如果國民黨的總召 副分期先生走到我們旁邊 黃總召 你好 通常在立法院 有人都客氣的乘戶的時候 你不要相信他 熱騰騰的故事要跟支持者分享 黃國昌說跟藍綠交手 他寸步不讓 然後他就說 我們剛剛跟柯總召商量好 我們2月23號開運 他的口氣是我們講好 我是來告知你一下 我就當裡面跟他講 NONO 要講究自己跟藍綠就是不一樣 包括趙偉選舉 也不打算支持藍綠任一方 在8的委員會 藍的一席 綠的一席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數學問題 對於現況實在力不從心 但回顧2021 民眾黨的邱成遠 就因與民眾黨合作 拿下交通委員會趙偉 2023則有無信獲得藍營相挺 要成為衛環委員會 召集委員 今天非常高興 大家的支持 能當上衛環部的趙偉 畢竟趙偉選舉重要性 雖無法跟政府院長相比 但舉凡議案 預算 部會報告等程序排定 甚至協商主導權 都能自己決定 若的搭配黨團主攻議題 對部會來說無疑是莫大壓力 但既然民眾黨沒有議員 主動聯絡 藍綠似乎也沒想釋出友誼銷售 過去會禮讓給民眾黨當招委 最主要是 國民黨自己本身在委員會的席次不夠 國民黨要主動去奉上一名招委 這個程序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民眾黨一定是支持黨內資深 優秀專業的立委來出任 看到民眾黨不斷地放話 栽贓甩鍋 我們也不可能跟魔鬼交易 既然不願低聲下氣 那就大家硬碰硬 TVB學院劉宇君 劉力前 梁佩平會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